提起吕智这个开国太后和皇后,世人最先闪现脑海应该是阴狠毒辣的女主形象,其残害刘邦嫔妃数字画面总给人以不寒而栗之感。 刘邦开创大汉王朝,吕智身为发妻,虽被立为皇后,可生性好色的刘邦对吕智早无兴趣,因而吕智只欲有嫡子刘盈与女儿鲁元公主。 可想而知,善妒的吕智对丈夫的宠妃子嗣恨有多深,只不过她在刘邦生前有所隐忍收敛罢了。 刘邦病逝,嫡子刘盈继位封吕智为太后,智子年幼她得以独揽朝政,其为雪多年怨恨开始疯狂残害嫔妃数字。 首当其冲被吕智除这而后快的,当然是刘邦最宠爱的妻夫人,母子。 妻夫人被吕智做成人质受折磨而死,妻子刘如意则被毒杀欺窍流血而亡。 可是,吕智并未就此搬手,强势的他嫌嫡子刘盈太过软弱,他为巩固儿子地位,先逼刘邦六子刘友服毒自尽,又将刘邦六子刘灰活活饿死。 他就连意外身亡的刘邦八子刘剑的姨子都未放过,以杀之,以绝刘剑之后。 就这样,刘邦共有八个儿子,几年之内就被吕智残害一半。 如果说吕智为掩盖其阴毒,放过低调弱势的四子刘恒与七子刘长,还可以理解。 但其放过当时实力最强的长子刘肥,确实令人颇多质疑,难道他不怕养虎为患吗? 一,刘肥虽非嫡子,但其有吕后抚养,自有母子情分。 关于刘肥身世,我们还要从刘邦未发见识说起。 刘邦年少轻狂,其在乡林眼中就是游手好闲的混混,谁又敢将女儿嫁与她? 但其身边并不缺女人,她勾搭上同村开小酒馆的寡妇曹氏。 要说曹氏对刘邦却也真心相待,其不顾世俗眼光为刘邦生下长子刘肥。 简单说,曹氏并未正式嫁给刘邦,只能算其初恋情妇。 因而刘邦虽是长子,却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私生子,这亦是日后刘邦无权继承刘邦地位的原因。 刘邦一直蹉跎到四十多岁时,只有吕公感觉他相貌清奇,颇有贵相,敢将女儿吕志嫁给他。 刘邦这才算正式有了家。 后来曹氏早亡,年幼的刘邦就交由吕志抚养。 当时,吕志对刘肥还算不错,随着刘邦局势全家陷入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 甚至吕志被项羽抓住作为人质羁押,都不曾将刘肥抛下不管。 因而养育之恩重于生育之恩,刘肥心中对生母的印象、感情,反不如对吕志来得强烈。 刘肥更是把吕志所生嫡子刘盈视为亲弟弟兄弟情真。 由此可见,吕志对刘肥一应有一份有别于其他数字的母子情分, 更何况曹氏早亡与吕志未有争种恩怨纠葛。 因而,吕志对刘肥也无太多记恨,吕志再狠毒,其终归还是母亲, 她是为嫡子才贫下手。 其如果杀刘肥心中,终会有一丝母性温情与不忍吧。 二、刘肥自身实力强劲,终是吕志稳固大汉的依靠。 刘肥是刘邦早年非婚生子,年长其兄弟许多。 等刘邦称帝时,刘肥就已尽成年。 也许初恋是最美好记忆, 也许是刘邦觉得对曹氏落魄时相伴的亏欠, 也许是刘邦对长子无权继承地位的补偿。 刘邦将当日天下最富庶的旗帝赐给刘肥, 封其为旗王,当时刘肥就拥有七十多军, 所有的物产收入、税收皆归其所有。 可以说,刘肥是刘邦柱子中封地最广博、封厚之王。 其实,刘邦将旗帝赐给刘肥还另有深意。 汉朝初建,政权并不稳固, 刘邦对开国功臣颇多一记, 只有信任长子刘肥。 大汉幅然辽阔, 旗帝与秦帝是当时最强盛的地方。 刘邦自守秦帝长安, 掌握着大汉西部, 刘肥拒守旗帝掌握着大汉东部, 父子两人一夕以东,遥相呼应, 可以互为倚仗,如有叛乱还可以互为支援。 刘肥却也不负父望, 他在齐地安心治理政务, 百姓皆安居乐业, 而且就在淮南王造反之际, 刘肥一帅十万骑军援助刘邦立下赫赫战功, 深得刘邦欢心。 刘邦事后刘盈继位, 天下仍处于动荡之中, 刘盈性格懦弱可以说没有帝王后黑之道, 只靠母亲吕智支援朝政。 怎么说吕智毕竟是女人, 他如果想掌握那些极傲不逊的兵将, 必须要有自己得力将帅为依靠。 因而我觉得, 如果刘肥能在吕智掌控范围之内未有异动, 吕智应该不会轻易杀刘肥, 而把他当作长安有难时的外怨。 吕智赌的就是刘肥顾念养育之恩, 含有刘肥与刘盈的兄弟之情。 三,刘肥姓淡博, 为求生甘愿认异母妹为母辈, 逃过生死节。 刘肥性情温厚淡博, 他自幼极知自己身份尴尬, 别说与刘盈不能比, 就是与其数目弟弟都无法相提并论。 因而刘肥自幼就知察言观色, 隐忍不发护自己周卷, 从未有争皇位之心。 刘盈继位第二年, 刘肥进京朝见天子, 自幼一起长大的兄弟相见, 愤外激动。 刘盈就在宫中宴请兄长, 仍依又是习惯, 将长兄奉为上位。 要说刘肥是心思缜密之人, 不应犯这样低级错误, 也许是见到刘盈一高兴就忘了身份尊卑, 就顺刘盈之意坐在了上位。 我们再说, 吕后闻听刘肥进宫, 亦是满心欢喜前来相见, 可是他一看刘肥坐了刘盈之位, 就气炸了肺, 越想越怒, 就令公尼端来两杯毒酒, 放于刘肥面前, 同时命令刘肥用眼前酒敬自己一杯酒。 刘肥并未多想, 就端起酒杯上前敬酒, 这是刘盈为何兄长同敬母亲 就端起了另一杯酒, 吕智一见嫡子端起毒酒心中慌乱, 生怕儿子饮下毒酒, 只得假装起身将儿子手中酒杯撞了余地。 刘肥一见吕智此举, 吓得酒醒了一半, 他深知此酒有意, 只得假装大醉必饮此酒。 刘肥回到住处经多方打探, 已知那日酒中确有剧度, 刘肥惊吓之余, 无忌逃脱长安返回齐国。 他只得听从幕僚建议, 将齐国宜骏赠予吕智为爱女, 鲁园公主, 做她木役, 并奉鲁园公主为齐国太后, 以逃吕后欢心。 也就是说, 刘肥未逃出长安, 竟舍弃掩面, 认妹妹为小妈。 吕智听得刘肥如此知情知趣, 怎能不心花怒放, 他又专程到刘肥处安抚齐心, 然后放刘肥返回齐地。 刘肥为求生甘愿屈辱, 示弱逃过生死节, 也护了家人周全。 刘肥返回齐国, 依旧未选择与吕智公然对抗, 而是暗中积蓄地点, 只可惜刘肥在惠帝六年就去世了, 未能一血心中之辱。 齐为齐子日后朱祝吕, 积蓄了雄厚实力。 其实刘肥能逃一死, 除了大智若愚的隐忍, 其实吕智并未想真心杀他, 不然吕智只需一杯毒酒就足够了, 又何必准备两杯毒酒, 差点让刘盈误服呢? 这只是吕智故意涉举, 想震慑刘肥, 如不慎从, 只有针酒一杯。 偏偏刘肥专傻食趣, 他正好趁其削弱齐国实力, 将刘肥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只不过吕智貌似赢了, 可其中未料到自己死后, 正是刘肥之子刘湘与刘张铸周伯, 朱铸铮安刘氏天下, 这也应是刘肥忍辱负重的价值所在吧。 只是不知吕智群下有之, 是否悔恨, 为杀刘肥呢? 私人已逝是非恩怨, 还是各由人评说吧? 一般来说, 皇长子都是储君, 是皇位当仁不让的继承者。 然而, 刘肥不幸错投了胎, 母亲是个寡妇, 是花心萝卜刘邦的玩物。 敲寡妇门是最缺德的, 但是刘邦却乐此不疲, 用花言巧语将曹寡妇拉下了水。 曹寡妇被刘邦哄得团团转, 心甘情愿把自己现身了出去, 打算和老刘度过人生美好年华, 谁知道刘邦压根就没有打算娶人家, 把曹寡妇的肚子搞大了, 生下了儿子了, 就恃乱中气, 跟人家断绝了来往。 刘邦虽然赶走了曹寡妇, 但是留下她生的儿子, 那毕竟是自己的骨血。 这个来历不正的儿子就是刘肥。 作为刘邦一夜风流的产物, 刘肥是个没娘的孩子, 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不过, 平心而论, 刘邦这个后娘对她还是不错的, 无论如何将刘肥拉扯大, 而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子之间, 还是有感情的。 这时候的刘邦心底是善良的, 没有那么毒辣, 要不然的话刘肥根本不会长大成人。 在封建社会, 后妈害死非亲生儿子的事还少吗? 如果不是贤妻, 作为富家小姐的吕智嫁给刘邦的时候, 肯定要提出先决条件, 刘肥我不管养。 毕竟刘邦当时地位低下, 还没有讨价还嫁的资格, 但事实上, 吕智没有那样做, 而是接纳了刘肥。 如果吕智嫌弃刘肥, 即使不害她, 其实虐待她, 恐怕也没有刘肥的未来。 只是随着刘邦称帝, 吕智成为皇后, 权利欲让她丧失了人性, 变得残酷无情, 凶狠毒辣。 因此, 刘邦驾崩, 吕智掌权之后, 对刘邦的儿子们举起屠刀, 开始大清洗。 最先倒下的是弃夫人的儿子, 刘邦三子, 赵王刘如意, 紧接着是刘邦六子, 淮阳王刘友, 随后是刘邦第五子, 梁王刘辉。 让人感到不解的是, 作为刘邦长子, 刘肥却被吕后放过, 没有死于非命。 这是因为, 刘邦为了事业打拼, 整天不是东躲西藏, 就是南征北战。 刘肥和吕智相依为命, 母子相处的时间比较长。 没有亲娘的刘肥为人聪明官小, 对后妈吕智的话言听计从。 人非草木熟能无情, 天长日久, 这对母子倒还真建立深厚的感情。 国元期二零二年, 刘邦称帝, 与他生死与共的吕智被封为皇后, 作为皇长子的刘肥因为不是嫡出, 没有被立为太子, 只被刘邦封为齐王, 与皇位无缘。 不仅如此, 刘肥还要活得提心吊胆, 时刻担心犯错, 丢了小命。 这次遇险就是自己不小心犯罪, 差点被毒死。 原来, 为了招待从封地远道而来的大哥刘肥, 汉惠帝刘盈在宫中设宴, 兄弟俩把酒言欢, 看着跟自己一起长大的哥哥风尘仆仆前来, 汉惠帝就给他敬酒, 还让他坐在上座。 刘肥一时糊涂, 竟然迷迷糊糊就坐在了上座, 接受弟弟的敬酒。 这个举动让吕后极端不爽, 产生除掉刘肥的想法, 就暗地里让人准备了一杯毒酒, 让刘肥喝。 眼看着刘肥就要起身去接, 意外发生了, 在一旁的汉惠帝刘盈,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竟然抢在哥哥前头, 接过了那杯有毒的酒。 吕后一看, 心说不好, 急往起身不顾一切挥起衣袖, 将汉惠帝手中的酒杯打落在地。 刘肥随即醒悟过来, 吓得面如土色, 魂不附体。 尽管如此, 刘肥也不敢表示出丝毫的吃惊和不悦, 反而在客人面前为吕后演示, 母后日理万机太疲惫了, 应该好好保重身体。 回去之后, 刘肥依旧心有余悸, 采用手下人的建议, 将自己繁华的程阳俊献给吕后, 最宠爱的女儿鲁园公主, 做封地。 不仅如此, 刘肥还遵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鲁园公主为王太后。 吕后见刘肥如此识相, 这才放了她一马。 公元前189年, 刘肥在心惊胆战中走完人生路, 年仅32岁。 刘肥一生下来, 给人的感觉就是没有半分破理, 过得十分窝囊。 然而老天却仿佛是在开了个玩笑, 刘肥的儿子却各个胸怀大志, 野心勃勃, 人生轰轰烈烈。 其实刘肥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悲惨, 她虽然受到旅后排挤, 总的来说生活还是不错的。 公元前201年正月, 刘肥被奉为齐王后, 建都林姿, 由于身为皇长子, 还和旅后关系特殊, 她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齐国包括 郊东、郊西、林姿等六郡七十三县, 不但地域宽广, 而且土地肥沃, 创造的经济价值非常高, 丰衣足食。 刘肥在世的时候非常关照这个媚娘的孩子, 动员那些凡因战乱, 离开家乡的人都回到齐地, 为那里的经济建设搬砖天瓦。 没有多久, 齐国就成为汉初最大, 也是最繁荣的腾性诸侯王。 当时的刘肥, 要语得语,要风得风, 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 刘肥本来就胆小怕事, 加上刘邦和吕后对自己还不错, 他什么也不想, 每天过着幸福生活, 妻妻成群,只管造人。 刘肥生了不少儿子, 光是登记在册的就是三个, 比老爸刘邦还多了五个。 刘肥晚年虽然过得有点不舒心, 但是毕竟小心翼翼, 没有犯下什么错, 属于善终, 吕后也没有为难他的儿子们。 刘肥死后, 敌张子刘湘成为第二代齐王, 史称齐哀王。 第二代齐王刘湘即位不久, 汉惠帝刘盈去世, 吕后临朝摄政, 为了巩固政权, 对地盘太大的刘湘开刀。 吕后援演, 吕后封其侄子, 离侯吕台为吕王, 割出齐国的济南郡, 作为吕王的实义。 目的很明确, 就是削弱刘湘的势力, 以防他有不臣之心, 危及吕后统治。 四年后, 吕后又将齐国的狼雅郡割出来, 让汉高祖远防唐兄弟, 迎领侯刘泽为狼雅王。 即便如此, 吕后还是不放心, 又把齐哀王的两个弟弟刘张, 刘兴居封为侯爵, 调到了长安。 如此折腾来折腾去, 又是掺沙子又是剪石头, 把齐国的封地剪得不像样子, 变得越来越小, 今天财一谢, 明天撤一剧, 让刘湘如坐针毡。 刘湘不像刘肥那样, 欠吕后这么大的人情, 他觉得天下是爷爷刘邦打下的。 江山姓刘, 自己作为黄三代, 继承一部分江山是名正言顺的, 根本没有把吕后放在眼里。 对吕后的所作所为他无法容忍, 但刘湘不是满夫, 知道动不过吕后, 只能韬光养晦, 等待时机。 吕后八年, 吕后去世, 反个一击的机会终于来了。 当时, 吕后的侄子赵王吕露是上将军, 吕王吕产是相国, 掌握着军争大权野心勃勃, 想篡夺刘氏江山, 对此, 刘邦的后人, 尤其是刘肥的后人, 岂能容忍。 首先倡议造反的是刘肥的长子刘湘, 刘肥的次子朱须侯刘张, 第三子东某侯, 刘兴居也积极响应。 前面交代过吕后将刘湘的两个弟弟刘张刘兴居调到长安, 目的是为了削弱刘湘, 结果反倒是弄巧成拙。 刘张的妻子是吕后侄子, 吕露之女, 本来是吕后安插在刘章身边的卧底, 但是刘章勇武过人, 人格魅力太大, 卧底反而倒戈, 帮助丈夫刘章通风报信, 和吕氏展开生死搏斗。 而力大无比敢做敢干的刘章, 敢做敢为, 在吕后在世的时候就敢跟他叫板, 当着吕后的面, 以讨酒为名杀了其娘家人。 而刘邦旧臣周伯, 陈平等早就对吕氏的专权感到不满, 恨不得将吕氏势力完全铲除。 因此, 吕后对刘氏宗族的打压不彻底, 也算是一大败笔, 加速了吕氏集团的灭亡。 吕后死后, 齐哀王和狼牙王刘泽发兵攻打长安, 而早年被吕后调到长安的朱熙侯刘章, 则成为他们的内应。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刘腓儿子们里迎外合, 一举铲除刘氏势力。 接下来, 本来该功劳最大, 资历最深的齐哀侯刘相作皇帝, 但是狼牙王刘泽和部分大臣则不同意, 他们反对的理由非常可笑, 说齐哀王的舅舅生性残暴, 担心他日后会成为第二个男吕后, 断送了刘氏江山。 大家刚刚浴血奋战摆脱了吕后, 如果再迎来第二个吕后, 那大家的血岂不是就白流了? 其实他们的担心是没有道理的, 只有皇子柔弱无能的时候, 才会产生专权的皇后太后。 刘相刘章各个霸气十足都不是省油的灯, 根本就不存在产生吕后第二的可能空间。 但是,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惊声, 大臣们对外戚篡权实在是怕老, 心有余悸, 因此他们决心改赢伯基的儿子, 戴王刘恒为帝。 伯基果然不负众望, 没有像吕后那样将朝廷搅得屋檐瘴气, 光武帝刘秀对他的评语是, 伯太后母得辞人。 母贤子任, 汉文帝刘恒是个比较宽容的君王, 对刘腓的儿子们采取了安抚政策。 毕竟未铲除吕氏势力, 立下了汉马功劳, 对他们论功行赏是应该的。 汉文帝元年, 汉文帝将吕后时期所割出齐国的 承阳、狼牙、济南三郡, 复归于齐国。 同年, 刘香去世, 嗜好哀往。 刘香死后其太子刘则继位, 视为齐文王。 主旧后刘彰被汉文帝封为承阳王, 东眸侯刘兴军封为齐北王, 两年后将刘腓的十个儿子 均被封为列侯。 至此, 齐国藩王中有三人封王, 十人封侯都受到优厚待遇。 按照封建社会权力斗争的规律, 皇帝上位后对那些有影响的藩王 肯定要进行削弱, 或者干脆进行迫害, 找个理由进行肉体消灭。 在此背景下, 藩王们下场往往很惨, 很难平安着陆。 汉文帝没有这样做, 这说明他是一个相对包容的皇帝。 刘香刘章也很守规矩, 并没有因为自己是诛杀吕氏的功臣, 后来没有当成皇帝而蠢蠢欲动, 兴风作浪, 武装叛乱, 仿道是老师本分十分知足, 乐于过自己的王爷日子。 帝王胸襟宽广, 臣子声明大义, 这才让刘香刘章得以善终。 在他们看来, 吕氏是刘家子役的共同敌人, 只要将他们铲除, 把江山归还刘家, 就完成了心愿, 只要是刘邦后人, 不管谁当皇帝都是一样的。 唯一遗憾的是, 刘肥三子, 纪北王刘兴君下场悲惨。 刘衡即位之后, 待刘兴君不保, 在前182年, 封其为东谋侯, 公元前178年, 刘兴君被封为纪北王。 按说两个哥哥都没有反心, 刘兴君也不敢闹情绪, 舒舒服服, 过自己的日子便是。 但是, 刘兴君因为兄长, 当年立功最大, 却没当上皇帝耿耿于怀, 心怀不满。 奇葩的是, 两个哥哥在世的时候他没有动作, 偏偏在刘湘、 刘章先后去世了。 汉文帝登基已经三年, 政权巩固了之后才起兵造反, 结果可想而知。 公元前177年, 刘兴君趁匈奴入侵之际, 起兵反朝廷。 汉文帝命柴武为大将军讨伐, 刘兴君被俘自杀, 封国也不复存在。 综上所述, 刘肥之所以胆小怕事不是无缘无故的, 他是被吕后养大的, 两人感情太深, 吕后对他下不了狠手, 他对吕后更无法下手, 养育恩要高于生育恩。 而刘肥的儿子孙子们则没有这种思想负担, 他们认为自己是汉朝的主人, 对任何篡夺政权的人都会当仁不让, 进行无情打击, 坚决斗争, 这也是他们敢惹事不怕事的原因。 看到三哥死于非命, 刘肥的其他儿孙们心怀不满, 仇恨的种子悄悄种下。 公元前154年正月, 刘邦的侄子吴王刘碧勾结 其他六个同姓诸侯王国公开起兵造反, 史称七国之乱。 七个叛乱的王, 刘肥的儿子就有四个, 他们是济南王刘辟光, 四川王刘贤, 郊西王刘昂, 郊东王刘雄渠。 结果,叛乱很快被平息, 齐帝的藩王家族遭到灭顶之灾, 从此一蹶不振。